欢迎收看这节的产业快讯 世界先进第二季的财报 绞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合并营收超过了53亿元 税后净利是11.35亿元 创下22季以来的新高水准 EPS有七毛一 世界先进就指出了第三季客户的需求大 订单能见度可以看到季底 不过相较第四季就略显保守了 晶圆大功龙头台积电预估第三季业绩渴望持续成长 第四季受到客户库存调整影响 营收展望保守 连带影响同为晶圆代工厂的世界先进 客户的需求都保持 还是相同的积极在备货 所以Q3看起来是不错的 世界先进召开法说会下半年展望 和老大哥台积电看法相同 甚至就连第二季财报同样缴出亮眼成绩单 合并营收53.56亿元 计增12% 售后净利11.35亿元 计增28.87% 创下22季以来新高 EPS来到0.71亿元 去年我们是第一次有做到Q4 避开这个一个 seasonality的一个 big decline 那到并不见得说 我们一定非要靠driver 就像我们现在就讲说 我们也有power management 迎接第三季传统旺季预估营收表现不差 不过产能利用率蛮载 未来要持续高成长 产品组合调整成为当今最重要考题 目前的这个可见度只有在第三季 电源管理IC方面呢 是这个成长比较比较快一点 法术会满满法人挤爆会场 包括副总经理曾栋梁也亲自到场主持 由此可见 晶圆产业需求热度有多夯 由于小尺寸面板驱动IC 和平板电脑电源管理IC产品需求增加 世界先进对自我竞争力 依旧信心满满 林松陈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